林心如流产后决定跟霍建华离婚分居了 霍建华痛哭求援 亮 林心如不同意还不让霍建华跟女儿小海豚见面 虽然说有些人有定时清理个人社交平台上照片的习惯 但很少有人会把跟自己亲密伴侣的纪念和照给删掉的 而这样的人最近就爆出来两个 一个是郭富城的妻子方圆删掉了两人的恋情官宣照 一个是林心如删掉了与丈夫外出游玩的贴脸合照 而最近这两对夫妻被爆出来的麻烦事都挺多的 首先是方圆跟郭富城 因为此前王思聪的爆料而现在一度被质疑是离婚了 而对于林心如跟霍建华 两人不久之前为台湾媒体拍照过晚上逛街 原本还亲亲爱爱 但不久之后女方就因为男方的大吼儿独自抹眼泪了 尽管该事件爆出后 台媒电话连线林心如问两个人是不是关系不合 林心如指 皆否认了 说是他们正在讨论事情但意见不合 而没想到不久之后 林心如传眼就把自己跟丈夫的合照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删除了 而很多粉丝们都说林心如经常会定期删除个人社交动态 质疑人家离婚的挺可笑的 而同时也有很多网友调侃说 是不是林心如觉得自己在合照中的形象很不好 毕竟林心如在里面的黑头皱纹以及皮肤状态都非常不好 而也有人说是因为林心如最近有新作品开始拍摄 而丈夫霍建华也在里面有亲情加盟 夫妻两人有为了作品炒作的可能性 毕竟街头吵架不像是两个公众人物能做出来的事 而且他们两人都出道那么多年了 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接下来肯定他们就频繁秀恩 爱刷存在感了 其实林心如在结婚生死后并没有在事业上有放松 各种广告代言以及通告活动等等都没有松懈 目前她参与投资于演绎的作品也已经紧张地开拍了 但是相比较而言 丈夫霍建华自从有了女儿后就很少露面了 就算是结婚后拍摄的两部作品成绩都不太好 似乎少了一股上进心 不管怎样 希望两人家庭和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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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